颁奖典礼模仿社会部,这两人又闯祸了。 张嘉义回应八个字,令人敬佩。 张嘉义工作室发文,回应张嘉义表示, 谢谢所有人的关心和爱护很温暖, 相信因为喜爱所以效仿各种缘由, 并不知晓不必自责不要苛责并痛在, 大家的爱和欢乐面前似乎也败下阵来, 就开心莫复春日周末考试光张嘉义, 毕业后回到西安进了西影九年时间, 因为靠强的性格张嘉义演舞打戏从来不用替身, 直接往水泥地上摔落下了强制性脊柱炎, 那毛病这病,虽然不致命但疼起来, 绝非常人能忍半个月要打一次, 真几乎每天都疼拍戏期间疼得厉害了, 他就每天早上早起半小时用热水冲击住, 一点一点,把整个被冲开戏量大, 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就只能靠吃止痛药, 这就是张嘉义持不及要走路一步三晃的真正缘由。 真正敬业的老戏古三月三十一日, 杨迪和沈梦辰就日前在某活动中模仿张嘉义走路, 私事发文为这种不尊重的行为, 向张嘉义表达歉意。 沈梦辰表示, 昨晚在参加活动时, 我和五大静模仿了张嘉义老师走路的动作事后得知了, 真实的原因, 我很难过和愧疚张嘉义老师是影视圈的楷模, 是我们年轻一代艺人的榜样。 我作为公众人物在公开活动中的这一行为, 实属不妥, 现正是向老师道歉希望, 有机会可以向张老师当面致歉, 同时也给五大静带来了困扰说声对不起。 杨迪则发文表示, 非常抱歉由于前期工作做得不充分, 作为主持人没有了解前辈的身体状况, 要求嘉宾模仿张嘉义老师对于这样行为带来的不尊重, 在这里给张嘉义老师正式道歉。 五大静也是因为我们的提问进行下去的, 请大家也别责怪他张嘉义老师是我喜欢和尊敬的前辈因为我没有, 提前做好工作,犯了这样错误, 真的真的抱歉, 希望有机会给张老师正式表达歉意, 对您的不尊重真的非常抱歉, 如何预防急助掩医, 防止外伤因强制性急助掩病人, 可发生骨质疏松长期患病对骨密度有影响。 轻微的挫伤极有可能会引起骨折, 也有可能会引起本病二功能锻炼根据体力, 状况适当锻炼身体, 增加护外活动深呼吸和有氧运动, 有助于保持胸阔的弹性, 如条件允许可经常游泳, 有助于保持急助, 颈部, 肩和宽度的灵活性, 还能增加肺活量。 三, 注意保暖, 尤其要注意腰背部的保暖, 应选择向阳的房子居住。 出汗时窃剂当风因汗出时毛孔开放风邪义入侵。 四, 预防感染避免传染病, 流行病入侵预防感冒和腹泻急生之卫生。 注意饮食结构, 烟酒药刺控尽量剂掉骨, 克制麻痹疾病复发。 早期病情会有轻微变化的胆, 病人往往思想麻痹, 不留意, 抱着挺一挺的态度, 最终致使病情加重造成, 复发药切记一经发现马上治疗。